跟這邊的菜園 那原則上都是沒有用農藥 化學肥料也不用 那我們盡量用的是有機肥 甚至我們用的是比較是 像覆蓋物的或是牛糞堆肥 這樣的方式來做 做這裡的那個土壤的改良 因為其實我們剛來的第一年 因為它是稻田 所以土壤裡頭的黏土值很高 所以它變成是 你不下雨的時候硬的跟石頭一樣 下了雨之後它就變成爛泥巴 那我們也慢慢的透過這幾年 慢慢的再改良這邊的土壤的性質 所以我們在第三年開始 我們的那個蔬菜長的就還蠻不錯的 就還蠻不錯的 所以提供種的人是 蛤 跟種的人就是你們自己 我們有請了一個農友來幫他們種 但是照顧這塊錢的人很多 包括我們請來了那個專業農夫 包括我們的工作人員 譬如說這位茫茫 他就是我們專門負責管理相關 蔡元計劃負責什麼時候要種什麼的管理的人 也包括來這裡校外教學的小朋友 都是照顧這塊田地的人 這田地有沒有像台北一樣租出去 讓人家認領啊 沒有 沒有 就是跟人家租來 自己 可是這麼大耶問題是 這麼大塊 這一共多少分地啊 加起來四分地 那就 就 你剛說的那幾個人啊 好像 人手不是很充裕 其實還好 哦 這樣 其實還好 然後我們其實來這裡讓大家看的是 呃 這裡就是一個典型的里山的環境 我們剛剛講的里山的地景就是 你會有溪 那個是大埔溪 大埔溪的旁邊是那個馬路 那路過來之後會有稻田 會有菜園 會有住家 然後上面有一些田地 然後鄉林呢就是一個淺山 哦 一個淺山 哦 那 你會看到的一個另外一個現象就是 呃 像我們這樣的山坡地 它也會因為一些原因被 呃 開發商 買走 其實目前後面這個就是在做兩分半農舍的規劃 嗯 兩分半農舍規劃 其實不瞞各位說我們剛進來的時候我們的構想是 把後面的田地跟山坡地的林縣這一帶整個買下來之後 我們可以做我們的環境學習中心 嘿 但是 民間組織嘛 總是綁手綁腳 人家開發商就比較趕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已經先買了後面的土地 然後就給人家挖到前面來 挖到前面來之後前面的地主就跑去跟他們講說 欸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阿不然我跟你買 喔 總共不盤他們就把他買下來 嘿 他們目前還在討論前面的部分 也許 某一天我們就會 會 對 就會被 其實現在也被開發 我們最近都在忍受他們的造異 好 但是我在這裡跟各位講的是 你會看到那裡有一塊土起的漲草的地方有沒有 那是一個水池 其實我們剛剛在講的脾菌系統的脾 脾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在這裡模擬一個脾菌系統就是說 我們把吸水引進來灌溉我們的田地之後 我們多餘的水會利用這樣的水池來儲存 儲存之後讓這裡的地井的水也會比較多一點之後 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會把這邊的水漏掉之後 去灌溉我們下面的菜園 真的需要比較大量的水的時候 嘿 這樣子就不會說我們真的要用水的時候 可能那個 河床的吸水不夠 嘿 但是河床這幾年也面臨到很大的變化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 就是 以前的脾菌系統是可以從 直接從河床 把水引進來之後 灌溉我們的稻田 然後再移到下面一個皮糖 然後去灌溉下面的那個 那個 稻田 那目前的吸水要用另外的方法 因為我們目前的河床 因為河川疏倦的關係 已經比原來的河床降低了兩公尺 對 那包括我們這裡的地下水位也受到這個的影響 我們可以往回頭走 再各位去看一下以前 皮菌系統的水路怎麼走 那可以請問一下 那這邊的水路那裡 如果要去灌溉 其實那裡我們有買管啊 就把那個打開就好了 這裡有管過來這邊 然後也有管過來這邊 上面的田地可以從那邊下來 裡面而已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串聯的 我們的水都是串聯在一起的 那上面粉紅色是胡碩樓嗎 是的 基本上海拔五百以下 應該都找得到胡碩樓的 是河川疏倦 biddy